这最可气的是 这巨人明明早就可以破金环了 却竟然一直在伪装 不远处分身唐杰亦是悠悠道 其实就算他不脱困 我也可以杀你 手腕一翻 唐杰左手出现炼魂珠 右手出现天煞雷珠 手腕上出现了金线 练魂夺神 天煞轰顶 金线断头 巨人碎骨 你选哪种司法 远处的山间 灵巢狂卷 天摇地动 隐隐可见山川和月 在空中浮现 又有仙人身姿 如金红一线 惊得百姓是仓皇叩首 哀求声一片 离那片山区不远处的一处小湖边 沐翼是盘膝正坐 就这么静静地等着 终于 那远处山轮间停了下来 灵巢散去 雷电消除 沐翼知道 战斗结束了 他叹了口气 举起手中的笛子 悠悠地吹了起来 笛声悠扬 传至远方 片刻 唐杰带着 依依和石井斋来到 手里还提着一具尸体 正是梦狂见 他的心口被开了一个洞 不过 这不是致命伤 真正致命伤 是他全身的灵脉尽断 灵空被毁 石海被灭 三大要害进阶受禄 导致死得没法再死了 将尸体往沐翼身前一扔 唐杰道 这个 拿回去交差吧 就说贵派送的礼物 我收下了 姚女入梦图不错 我很喜欢 那几瓶旧子扶上的药 也说得过去 但总体而言 他们两个在戒子袋里 放的东西 还是太少 比我期待的少多了 要想继续合作 就着人送二十万零钱过来 哼 别嫌多啊 你们刚才试图抢的 可比我交给喜悦派的还多呢 我只要二十万的押经费 已是极有诚意 另外 这一次 我就当是试探 但我绝对不会 再给贵派第二次 对我下手的机会 看着那尸体 沐易 沐易 终止是点点头道 我会把话传道的 只是 为什么只有他 没真人 与秋老呢 唐杰回道 天煞雷珠炸得太彻底 尸骨无存了 天煞雷珠 沐易 沐易 咀嚼了一下这个词 突然 轻笑起来 哼 我在这里 守了半天 看到有飞来风 从天而降 看到有天刀 从云层出 听到有愤怒嘶吼 雷鸣电闪 甚至于 绝死呼嚎 却唯独 没听到什么 天煞雷珠的动静 唐杰笑道 此地 离战场 相隔甚远 朱法混杂 又有雷鸣 山洞 朱般杂音 混迹其中 传到此处 都不知 变成什么样了 牧师弟 虽是耳聪目鸣 有所遗漏 亦不稀奇 沐易想了想 终是点头道 唐师兄 所言甚是 既如此 我便当他二人 为天雷珠所杀吧 说起来 那雷鸣之声 说不定 就是天雷珠 起报之音呢 唐杰笑得 越发开怀了 哈哈哈哈 正是正是 牧易已是站起身来 对着唐杰拱手道 碧派不察 竟有萧小之徒 欲行不法 显坏我七绝门的清语 所幸 唐师兄实力惊人 不为萧小所赦 此乃 天雷有师兄 师兄人亦无双 胸怀广阔 既往不咎 乃人中英解 牧易此去 定当为师兄美言 不让师兄 与必派的关系 因此等白类而受影响 至于师兄所托之事 定当尽力办妥 唐杰笑了笑 那就好 既如此 那你好走 我就不送了 牧易提着梦狂剑的尸体 退后竖步 深深看了一眼唐杰 这才飞奔离去 看着牧易离去 依依突然说了一句 终于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 唐杰问道 传送阵的事呀 依依摆着手指回答 传送阵件好 秘境打通 资源可以相互传递 消息也放出去了 七爵门那边的小心思 也被你打回去了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做好了呀 不是结束了是什么 唐杰想了想笑道 是 这事就算结束了 以后咱们都不用再担心资源的问题 从今天起 我们要做的就是修炼 修炼 再修炼 依依也是拍手大叫起来 呀 修炼修炼 好好修炼 石井斋看他们笑得开心 也跟着呵呵傻笑起来 三人就这么一路 向着喜悦学院飞去 半个月后 穆义果然是如约 送来二十万灵钱 随着这二十万灵钱的 是一瓶九转问心丹 和一瓶九转一神丹 九转丹 是九转七修者的修炼灵药 分为九种 对应九父 其中 问心丹与一神丹 对应的就是心脑二转 七绝门的九转丹 素为七侠一绝 不仅可提升修炼速度 更难得的是 直接提升九转效果 七绝门送来的这两瓶丹药 在外界也是价值非凡 算是七绝门为先前的行为 做出了一点额外的补偿 除此之外 七绝门还承诺 只要唐杰不为二十年之约 七绝门愿无偿帮他将断肠刀 炼为顶级法宝 当然了 这一部分就有些空中楼阁的意思了 为的未必是补偿 而是更怕唐杰倒是以此为由 不愿意来 除此之外 就是那株千年妖化白莲的交易 由于七绝门试图抢夺 唐杰顺理成章的 把那株妖化白莲给抹了 不过 最先也表示过 只要七绝门能出好价钱 还是愿意卖给七绝门的 虽然唐杰这段时间发财不少 奈何花费也大呀 这钱呢 始终是不够用 妖化白莲虽好 那山谷里头还有十五株呢 他一个人也消化不了这么多 该卖的自然还是要卖 七绝门财大气粗 确实是最合适的买价 正因此 即便是他们起心谋夺自己 唐杰也是不愿意翻脸 借机敲诈一笔 就算了事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唐杰最终以十万灵钱 加七瓶九转单 两张天机符将那株腰化白莲 卖给了七绝门 天机符也是七绝门的拿手符旨之一 是类似于逍遥游浮那样的上乘法符 极难炼制 这主要作用用于演算 可用于推延法阵 寻门定脉 无论是破阵还是布阵 都有极大的帮助 完成了这件事 唐杰每日礼 就是闭门苦修了 自从参悟了紫玉心法之后 唐杰的修炼速度是再度提升 心脏的灵化程度 每天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提升着 以内视之法观看 会发现心脏已经变得晶莹剔透 宛若水晶 若在此时继续催生 则心转很快便可大成 不过 唐杰知道 现在还没到时候 此时的心脏看似玲珑 其实还有许多的杂质 没有洗炼干净 需要再经过反复的冲刷 打磨 剔除一切杂质 方可使之生化 六大派与那些江湖散修 之所以差距巨大 其差别就在这细微之分 每一境 每一街 甚至于每一个小关口 都必须要精益求精 做到尽山尽美 才能够不留后患 确保后续之路的畅通 当年苦道人在讲课的时候 就曾经说过 修者通往仙路的大道 或许有两辆马车那么宽 但是 在一路通行的过程中 每出现一点小小的瑕疵 都能让这条线路变窄 变窄 并不会使你无法前进 却无疑使你前进的道路 更加艰难 而随着一路过关 经历各种险阻 总有一些问题 无法或是无能解决 最终的结果 就是生生的将前路堵尽 喜悦派算是好的 拥有正统的仙法 可就算把喜悦派之法 修炼到完美 那两辆马车的仙路 也可能只剩下一辆半了 要是自己再稍有差池 那就更不好说了 而像这种理论上的完美 几乎是不可能的 六大派尚且如此 江湖散修们的修炼之路 那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正因此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这天心就是尽头 喜炼杂志 就是这样一个小门槛 如果只是要喜炼大半杂志 或许只要一两个月就够了 要喜到心如明镜 不染沉垢 却可能经年累月都未必能够 这就好比 让你把大街拖干净简单 要拖到撒一碗汤上去 你能立刻去舔的地步 那可就不容易了 这个问题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做到极致 未必有多大帮助 但是 没做好 也未必有多大影响 只是这日积月累 避险其害 而有了问心丹的帮助 这个问题 那就不是问题了 小心翼翼的 在自己的心口位置 戳出了一个洞 唐杰取出一粒问心丹 送了进去 单药在唐杰的胸口处散开 溶于血中 顺着经脉向四周发散 唐杰小心地运倒着药方 向心口汇聚 化成点点细流 涌向那水晶色的心脏 在心脏有力的跳动中 药力形成的涓流渐渐渗入心腹 深入到每一个角落 唐杰甚至能看到 伴随着心脏的每一次跳动 这些涓流都会喷涌而出 带着一丝肉眼难以察觉的紫黑色小点 当所有的药力涓流 全部被排出之后 水晶色的心脏 看起来是越发明亮 唐杰又取出一粒放了进去 如此反复 直到药力涓流中 不再含有任何杂质 唐杰知道 洗练大功告成 看看时间 才用了不过十个时辰 十颗丹药 每一颗一个时辰 原本一整年 都未必能达到的效果 在九转问心丹的作用下 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做到了 就连唐杰都不由感到庆幸 庆幸七爵门来抢劫自己 那之前 自己甚至都没想到 要用问心丹来帮助修炼 其实啊 以前的唐杰努力提升 并没有想过 要每一步都做到尽善尽美 这太奢侈了 对那个时候的他而言 远没有条件达到此步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快提升自己的步伐 赶上其他人 但是 在如今传颂阵完成 资源掌握在手 与七爵门建立起交易之后 唐杰发现 自己终于也可以追求完美之路了 幸运的是 托凡之前并没有太多要讲究的地方 真正需要讲究的 恰恰就是从九转开始的每一步 他正好踩在了命运的关键点上 这或许 就是上仓的安排吧 既如此 自己又怎么能错过呢 想到这儿 唐杰不由微笑起来 无形的火焰在心脉燃起 那一颗琉璃心在灵火的燃烧下 闪耀出越发动人的光芒 这是最后的催化 这一催 催了整整三天三夜 三日之后 心转 大成 几青冷暗的世界 空空荡荡 一应皆无 唯有那工装女子的背影 横跟于天地之间 充斥视野 唐杰 摇战在世界的一角 仿佛痴迷般地 看着那背影 背影 渐渐转动着 仿佛打开的房门 一丝光明 随着那转动 从身侧透出 照亮空间 却怎么也看不清 那女子的侧面 从背影转动了 约三分之一时 便再不动它了 任凭如何努力 都是不见效果 下一刻 空间破碎 所有的影像 进阶消失 唐杰发现 自己重新 站在了 陶然居的小屋内 对面的墙上挂着的 正是那幅 姚女入梦图 轻轻叹了口气 唐杰知道 这次又失败了 自得了这 姚女入梦图后 唐杰便尝试着 像上一次那样 进入那种 玄之又玄的状态 可惜啊 无论她如何参悟 感受 都无法把握 那一丝 稍纵即逝的感觉 不过 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 姚女入梦图 应当就是一幅 悟道图 至于定神夺破 那不过是悟道时 深陷其中 导致的一种现象 就与恋魂珠一样 恋魂珠中的夺神杀 其最初存在的目的 就是用来夺舍 只不过后来才发现 此物夺舍的成功率太小 反倒是夺舍期间 造成的定神效果显著 因此 渐渐的就转变了用法 这幅姚女入梦图 性质与夺神杀极为相似 本身就是一件悟道图 却因悟道期间 产生的定神效果 而被用来作为战斗法宝使用 唐杰既然得了此物 自然就要好好地参悟 不过可惜 不管怎么参悟 却都难以理解内中的神运 梅画瓶应当也是没有参透的 不然不会拿来战斗用 他的画道虽然不错 但终归其本质依然是法 不入大道 由此可见 参悟这姚女入梦图 应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唐杰觉得 没必要急于一时 在又端详了那图几眼之后 这方转身离去